请教一下李批 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文讯息 这个事实上影响到 昨天美国股市的这一个 比较后面的晚盘 午盘的这一个行情 WHO呢 他丢出来了一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的意思就是说 瑞德西伟在中国的实验失败 那但是吉利德就反驳了这个资料 吉利德说事实上在中国的实验 并没有足够的对照组跟资料 你怎么观察 WHO 他事实上丢出来 那他对于吉利德的这个实验 相对负面的看法 对那个这个试验 他那个预计有说一定的人数 他目的是说 如果他的治疗效果 有达到百分之多少的话 他要说到那么多的人数 才能够表现出死亡率上面 一个统计上有意义的一个差异 这是我们临床试验的时候 他我们现在在做的时候 都会先去预估说要说多少个人 你才会有一个正面的结果 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假设 那所以吉利德公司 他自己的那个说法 就是说他还没有到 我们听起来 我们听说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那个可能 他在大陆做研究 大陆的病例突然变少了 他在北京附近那边做 那边已经因为封城的关系病例变少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收足够的人做研究 那这个这个报告是不小心被漏出来的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讲嘛 不管是绿奎林还是瑞德西韦 他虽然是在体外能够抑制病毒 在体内是不是能够发挥 他一个足够的功能呢 是需要临床试验去对照研究 才能够知道 但是虽然临床试验对照研究 目前初步结合 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 令人振奋的结果 不过我想这个也不是很意外 因为一个病毒感染以后 你用药物去杀病毒 有点像是亡羊补牢 就是说病毒已经对你的身体 产生蛮大的侵害了 你病毒不是神仙神药 就不像武侠小说说 可以吃个药马上就精气神就来了 就可以打人了 真指世界不是这个样子嘛 以流感来做例子好了 我们都知道说 那个所谓的克流感 或者是其他抗流感药都有效啊 有效 然后呢你知道它的效果是什么 如果是对于一般的流感的话 你在发病以后两天之内用 它平均可以让大人的流感 它的那个发烧症状的期间 缩短一天 对大人 所以你本来是会七天的变成六天 所以你可能说不定 会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那在2009年H1N1新型流感 大流行之前呢 没有人知道说这些 看克流感这个药 对流感的死亡率 有没有减少的效果 对 为什么 因为流感的死亡率可能是千分之一 那你没有办法说那么多人 你可能要几十万人才能够看到它的 那个差异 到了2009年的时候 因为它那个H1N1毕竟是一个 死亡率比较高的新型流感 所以那个时候 初期大家在变 会不会减少死亡率 我是觉得说 莫名其妙可以杀病毒 为什么不能杀 为什么不能够改善死亡率呢 因为样品数不够的关系 样品数多的话你会看到效果 有人是因为死亡率不会减少 说反对使用 我说莫名其妙 用啊 这个那 那个即使你没有实证说它可以减少死亡率 但是你应该去用它 因为它至少可以压制病毒 可是后来 肥硕士的研究就发现了 是有效了 可是那个 它减少死亡率的效果就非常少 一点点 可能是就是说什么 比如说是 百分之 20的死亡率变成百分之十八 统计上有益 因为样本数很多 所以呢 那个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觉得 新冠病毒蛮特别的 流感就是一开始生病是最严重的嘛 两天三天就发烧 那它的肺炎可能两三天三四天就开始出现 新冠病毒是七天 平均七天的一个轻症 然后它开始恶化 会死亡的一定都是有重症 病化重症 所以它到进到重症的过程当中 经过了好几天 那我们说说所有的看人数 或所有的看病毒要都是越早用越好 对 可是新冠病毒我们可能很难去抓到 那个很早用的时机 或者有没有可能轻症的时候就要用 对啊有可能啊 可是你一两天的时候你比较有比较 很少有人说一两天就被确诊了 我们所谓的确诊病例 我们台湾的确诊病例已经很提高警觉了 那前一阵子 疾管署公布的数字 我记得就是平均大概三四天左右才确诊了 所以我想以学习上来讲 虽然说这些临床试验的结果是 我们对它的那个结果好像蛮失望的 可是我们并没有证实说它在临床上没有用 那说不定更大规模的样本数的话 说不定会看到效果 可是我们可以预计说它不是神药 它可能有一点点减低死亡力 那一点点的效果 然后它可以减低病毒排泄的时间 可以减少传染给其他人的机会 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能用 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可能没有乐观到 可以把它当作神药 但是也并不是完全可能没有用处 或者没有贡献 那我请教你 指挥中心今天事实上还有这个媒体追踪报导 这个案355就是喝咖啡的那一个案例 那前一阵子因为指挥中心说 那个酒店女公关的案例 那这个框了一百多人之后发现 大家采检的结果都阴性 那网络上很多网友消敏觉得 是不是喝酒保健康 然后呢案355只喝个咖啡 那我们今天稍微抓了一下 它事实上是三月多的时候 发现这个被框然后喝咖啡 但是4月4号确诊 然后今天是4月24号 从它被指挥中心定义确诊到现在是20天 可是今天传出来的新闻是说 它发展成重症 而且它事实上已经装业刻模 你怎么看 好喝酒跟喝咖啡都不是坏事 必须这样的假 那尤其红酒 红酒有一些证据显示 它会减少心血管疾病 那咖啡呢更不是坏事 你知道吗 喝咖啡是够呱饱闹跟防癌 所以这个是跟它的场景无关 这些得到重症 我们知道说新冠病毒得到重症的危险因素 主要就是老嘛 年纪越大越容易重症 它的死亡率就是我们那个新冠病毒 死亡率跟年龄的关系这样子上去的 飙上去有点那个曲线这样上去的 中国的资料 所以年纪越大 死亡率越高 死亡率越高越容易重症 这位病人他是五十几岁 相对是有点比较年纪大一点点 虽然还很年轻 在我看起来 然后第二个就是潜在疾病 我不太知道他有没有潜在疾病 不过五六十岁以后 通常就是会有高血压 糖尿病慢性肺病这些 其中尤其是糖尿病跟高血压 在所有的研究里面都显示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 这是有可能的 那第三个就是你接触病毒量的多少 比如说你在你是喝咖啡 可是跟咖啡无关 你是喝咖啡的时候 请坐请坐来握手 然后他刚好摸到病毒 然后不小心摸个鼻子 鼻子要摸鼻子 那越多病毒进来 通常他的病情会越严重 那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体质因素 体质因素就是说 有的人比较不会感冒 有的人比较会感冒 我们都有这种经验 我们的小学同学 有的就是全勤奖 可是你就常常会需要请病假 爸爸妈妈就很担心 我的小孩子怎么了 的确有这种现象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 一个是氧化反应 一个是抗氧化反应 氧化反应比较强的人 通常他就是比较少生病 因为他的免疫系统去杀菌 去杀病毒的能力比较强 抗氧化反应的人就比较容易过敏 所以那过敏的人 就是容易相对来讲 可能稍微比较容易生病 可是这并不完全是坏事 我跟你讲 那抗氧化会使得 你比较不会老化 真的喔 真的啊 因为老化就是氧化的结果 不断的氧化 你那个从小到大 不断的氧化作用 会造成你细胞的老化 就有人这样讲 这个不是很大家公认的 不过是有这样子的观察 那所以个人的体质的关系 还有其他的因素 会让他那个重症 那现在已经叶克莫的话 用了叶克莫通常就表示说 这位病人已经没有办法 靠呼吸器维持他的氧气 或者是靠生压去维持他的血压 已经很危急了 所以抓的叶克莫通常就是极度危急 他平均死亡率就是 可能到50%以上 那我再请教你 磐石垫上的状况 今天指挥中心 这个再确诊一例 一些人的说法是说 从现在的发展 跟庄仁祥曝光了一部分的 这个裁剪结果当中 有一些案例已经有抗体 所以磐石垫上是不是有可能 已经有几波的传染 甚或有些人推断 光就磐石垫上 有没有可能有一波群体免疫 好 磐石垫 比较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是3月5号离开台湾 3月15号离开帛琉 3月21号出现第一个病例 3月21号到回来台湾 已经快三个礼拜了 就是一直到15号节信典礼 那差不多20天 20几天 那这段期间呢 一定会有 因为他们没有确诊出来 而且又没有隔离 没有确诊就不会隔离 所以这些一开始出现的这个新冠病毒 感染的人在船上工作 我们又知道说这船舱是很拥挤的 所以这段期间呢 有部分的人得到感染 当然是可以预见的事情 那除了这个 那个我们下船以后24个 他的病毒检验阳性的人之外 我们也预计说他一定会有其他的 因为从那个21号到现在 已经那么长一段时间 很可能有些人是感染到了 但是病毒已经消失了 所以我们才会加做看体系 了解说他一共有多少人得到感染 那我估计说如果是10% 20% 20几%的人得到感染 这个是蛮常见的事情 因为国外的船航母舰 他感染的50% 五成的人 我们都小于五成就是OK 不错 反正就是个人卫生习惯是蛮好的 那有人会问说那是算几波流行 我觉得根本没有办法讲几波 我们一个0号病人出来以后 21号 他可能传给这个人 这个人两天以后传给这个人 这个病人三天以后传给这个病人 这个人又四五天以后传给这个病人 你说怎么叫做一波呢 就是一直传嘛 他就是会像数字一样这样子扩散出去 那他是不是造成群体免疫呢 一定会造成 可是问题是有没有造成足够的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的意思是说 好那比如说这个环境里面 一传二 四个人都感染了 病毒再也传不出去的 因为这些 这个环境里面的人都已经有看体了 他就传不出去 所以他的传染率 那R0子 所谓的R0子就会下降 那 二三十percent的传染率还是会传 通常他们那个工业学者 他用数学模式推估他们大部分是讲说 像流感这类的疾病可能要七十percent左右 才到群体免疫 才会让你不出现疫情 他还是会传临心的传 但是不会造成疫情 那不过这个是程度的问题 举个例来讲麻疹 麻疹我们的群体免疫好的不得了 我们的麻疹疫苗的接种率在儿童是98%以上 按我们的成人就是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免疫力 90%以上啊 所以麻疹不太容易在台湾船 他没有船的条件 但是他还是会临心 一直有个案出来 日本大陆其他地方的旅客 那个有麻疹的话 我们一直有听到有麻疹的 那个临心的群聚感染嘛 所以所谓的群体免疫 它是一个高低的一个比较 我们通常是说 感染数月多 尤其到七八十percent的话 你就不会预计说 这个疾病会在这个族群 产生大规模的爆发的感染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